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百合的這個文化是一個是怎麼回事啦 好,百合在日文就是Yuli 它其實是一朵花,一種花,百合 那可是呢,它被引申用來作為所謂女女戀的文化的代表 那這個為什麼會稱這個百合呢? 其實它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 當時有一個男同性戀的雜誌叫做《薔薇族》 那這個薔薇族它其中有一個專欄是提供給女同志的一個專欄 稱之為百合族的布屋 那之所以會稱為百合族的布屋就是因為它的編輯 編輯長伊藤文學他認為說 既然薔薇指的是男同性戀 所以他就用百合來批育女同性戀 那所以呢,這樣子的一個對照呢 就引申到後來就大家就把百合當作是女同性戀的象徵 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百合文化呢,百合這種女女戀呢 其實如果是以定義來講它可以分為廣義跟狭義 它通販是指說女性、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 可是這個親密關係呢,廣義可以指親情、友情跟愛情 所以當我們在看像Keyang這樣子的作品的時候 他都是女孩子之間的友情對不對 他可能沒有涉及到愛情 可是呢,這也被定義成為百合文化 因為他畢竟還是有講到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 有情 那狭義的話才是指愛情 那在華文圈呢,其實有更狭義的解釋 就是百合跟GL會做一個區別 百合是指有人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 就是基本上就是沒有進入到戀愛的這樣子的關係 稱之為百合,就是濃濃的友情 這樣子的曖昧的關係 那GL是指戀人以上的關係 那通常GL就會有比較多的性的描述 所以在華文圈才會有這樣子的區別 可是在日文呢,其實沒有這種差別 其實在日本呢,YULI就是百合就是GL,就是都一樣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這些東西呢 我們講的這些百合的文化的介紹 其實有這幾個參考的來源 第一個是那個YULIKA是一個日本的雜誌 它裡面其中有一個特刊是百合文化的介紹 它其實也有BL的介紹 也有很多其他藝術文化類的介紹 所以這是一個這樣子類型的雜誌介紹 那另外還有就是台灣呢 其實有一位專門在做百合文化研究的一個學者 他叫做楊若輝 就是他的暱稱是半成品 那不過就是很可惜就是他其實已經過世了 就是他去年把出了這一本少女之愛 就是將他的碩士論文改編成出書 那我們的那個動漫社會學的裡面 其中也有一個章節是他所寫的百合群像 那這個都是我覺得是台灣在做百合研究裡頭 最詳細的最清楚的一個研究的資料來源 就是其實我沒有看到還有其他的百合的這種這樣子的介紹 或研究 所以是非常可惜啦 我希望也會有人繼承他的這樣子的研究 就是繼續來做百合的研究 好 那百合控 百合是指女女戀的文化嘛 可是另外一個詞叫百合控 剛剛同學也有提到就是喜歡女女戀的人叫做百合控 控就是complex情節的意思 就是日文什麼羅力控啊正太控啊 那個控就是喜歡什麼什麼樣子的人 有那種情節的人的意思 那百合控當然就是喜歡百合的人 有百合情節的人 那你們認為百合控的性別比例大概多少 1比1喔 1比1喔 就是喜歡百合控自認為是百合控的人 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男生多 你看有人有看過我的書就知道他其實是女生多 這是那個半成品他所做的研究報告 他有針對幾個台灣很重要的幾個網路論壇 以及PPTT的一些網站 然後來調查說喜歡百合控 然後你喜歡你自認為百合控 然後你是男是女的這樣子的調查 然後就會發現其中 我們不要看不看百合作品的 我們就看百合控跟百合控或者是有看跟 可是他不認為是 的這樣比例加起來 女生你看 女生跟男生的比例在這裡就是 百分之6跟百分之36 OK 差了六倍 女生自認為百合控的就有36 然後有看百合的 可是不認為是百合控的人 也是一樣比例差距更大 所以非常明確的就是 其實百合控真的是與女性居多 那還有就是他也有針對這個會員的比例來 他這個其實就是針對會員的那個比例來做一個比較 那他他主要的研究是在講百合文化是體現女性 主體意識的展現的 以這樣子的架構去做這個百合文化 所以他認為說百合文化是一個以女性為主體 就是因為在百合文化裡 在百合作品裡頭女性就是主角 對不對 然後配角也是女性 不是配角就是 當然就是談戀愛的對象 或者是有情誼的對象都是女性的這樣子 女性為主角 然後以女性為觀點出發的一個 做一種文化一種次文化 這種就是以女性為主體 然後當然就是以女性的欲望為主軸 那還有就是重視女性之間的情誼 所以這其實是一種女性主體意識的展現 非常明確的一種文化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這跟你想像的百合文化不一樣 因為你們所認識的百合文化是一個比較奇形的 不是奇形啊 對不起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一直以來 連主流的媒體出版社 要引進百合文化的時候 都告訴你這是男生在看的 可是在日本並不是這樣 對 因為在日本百合文化是從少女小說的這樣子的淵源出來的 發展出來的 所以我們來看 在大政昭和時代 有所謂的少女小說 這個少女小說叫做S小說 就是以戰前就治高等女學校裡面 學生之間的姐妹情誼的小說 那這個姐妹情誼就是Sister 所以以這個S為開頭 所以叫做S小說 那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叫做《花物語》 集污性子的《花物語》 那背景就是在一個女校裡頭 然後姐妹之間的這樣子連結的故事發展 那細節我們當然就不用去談 重點是它是這樣性子的少女小說 在當時也不是只有這個作者 還有其他的 那這種少女小說呢 其實它就是百合文化的一個原型 你看舊制的女校 其實我們後來從動漫文化發展出來的 經典的百合小說或者是百合漫畫 也都會是以女校 然後裡面的姐妹 學姐學妹關係為主軸 應該有的人可能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等一下會講 那當然還有延續到後來呢 這種小說還是有繼續有人在寫 像這個賓士雅子 它也是以這種女性小少女小說為文明 那不過它寫的形式被稱之為所謂的青春小說 那演變到後來它這一種形式呢 也就是現在的青小說 那這是早期的小說 少女小說的發展 那另外還有漫畫 漫畫當然也有類似的作品 這個早期的代表 1970年代的代表是這個 花枝24年組的三岸兩子 白色的布屋的兩個人 這個作品三岸兩子 其實我之前應該有提過吧 就是花枝24年組裡頭 畫所謂聖德太子的故事 日出出天子的BL故事的作品 那不過它的另外這個作品 是在畫百合的 就是女女戀的 這個白色布屋的兩個人的這個作品 你看封面就知道嘛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代表作品 是池田李在子的青藍原舞曲 那看封面可能也還是可以猜得出來 可是事實上它的另外一個更有名的作品 叫做凡爾賽玫瑰 凡爾賽玫瑰裡頭 其實很多人都會關注凡爾賽玫瑰裡頭的 安德烈跟奧斯卡的戀情 或者是瑪麗皇后跟公爵的戀情 可是事實上裡面還充斥著 瑪麗皇后跟奧斯卡 其實也有很深厚的情依 以及裡面真的有很明確的一個 平民女性直接就是暗戀著 愛慕著奧斯卡 而且還直接表白的 這樣子的情節都有 所以這種女女戀在過去 就早期的漫畫裡頭也是非常多 那不過真正的百合熱潮的出現 是在於這一個作品 叫做《瑪麗亞的凌望》 菁姐續學的作品 它是1998年的作品 它一開始是小說 那後來也有畫成漫畫 以及那個後來也有拍成日劇 那日劇我是沒有去看 不過我主要是看漫畫版 那剛剛講的那個少女小說 其實這個就很明確 是延續少女小說的傳統 因為它就是在講這個校園裡頭 尤其好像就是基督教還天主教的校園 然後有一個聖母像會在校園裡頭 大家都會經過會去仰望這樣子 那那個就是瑪麗亞 對就是瑪麗亞聖母 對 那總之這個就是在講 這個女校當中 她們有所謂的姐妹制 她們那個名字好像用另外一個法文字來代表 可是總之就是姐妹 也是姐妹制的意思 然後那個姐妹的關係的締結 是要有正式的儀式等等的 然後而且這姐妹的關係是非常非常緊密的 不是可以隨便說自己是姐妹這樣子的一種關係 那裡面就有很多這樣子的女女配對 就是學姐學妹的配對 那就有個別的故事 這是瑪麗亞的凝望 這就是所謂的百合的代表 可是呢在瑪麗亞凌望之後 大概2000年初 又陸續有很多動漫畫作品的百合經典代表 例如這個 有姨妹 那還有神無月巫女 以及少女革命 好 那 在2000年初其實就是開始所謂的百合的熱潮 在那時候也出現了百合專門制 2003年的6月出了一本叫做百合姐妹 這是日本的第一本百合漫畫 可是他2003年出版之後 04年就修刊了 可是呢 接續著05年就有另外一個 其實是同一個編輯出的 那個 comic百合機 那這個百合機就現在延續的比較久 他的封面是這樣 大概就是給你們看一下參考 那他在2007年的時候又出了另外一個版本 叫做百合機S 這個就會有比較重要的區隔了 因為百合機S它是專門給男性客群的看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專門字其實主要的客群是以女性為主 在日本的出版社都很明確的指說 這一些雜誌 百合雜誌 漫畫雜誌其實是以女性為主 可是呢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男性讀者 所以這是一個有變化的取向 剛剛講的那個比例是近期的研究沒錯 可是在早期真的是主要還是以女性為主 那現在男性讀者會多一點 那因此呢 目前有一些雜誌就會分為 男性相或女性相的雜誌來區隔 像是百合機S 它其實就是以男性漫畫家的作品為主 然後以萌曲像畫風為主 吸引男性的讀者 不過他在2010年之後又跟百合機合併了 那在還沒有合併之前呢 他們有稍微做調查 因為有市場的取向 所以他們調查的確百合機的女性讀者多 然後後來他們做出來的這個 分出來的百合機S 的確有比較多的男生在看 好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男生女生的讀者都有 就是比例上只是多一點少一點這樣子的差別 那這個是直播米是另外一個百合機的百合的雜誌 那另外介紹一下 在這些專門誌裡頭有一些很重要的或者是知名的作品 像是這個輕鬆百合 然後以及犬神同學跟貓山同學 這個也有被動畫畫 好像是短篇比較短篇的動畫 是比較日常 就是同學之間的日常的對話互動這樣子 然後以及剛剛那個輕鬆百合也是 都是很多百合作品都是日常作品 因為他其實就是在講女女之間的情誼 可是這些情誼都是在日常當中 然後會有一些溫馨的故事 有一些搞笑的故事 點點點這樣子的互動 就是淡淡的輕輕的這樣子 不是像毕也隆那樣子重重濃濃的 好毕也隆也是有輕輕的 好anyway 另外還有一個作者叫做生有milku 不是生有牛奶糖啦 雖然就是生有milku 那這個作者的作品會比較偏寫實 就是至少比我剛剛介紹的 那兩個日常的作品還要再稍微寫實一點 因為他的確有畫到作品的兩個人的相戀 因為之前那個是沒有進入戀情的 那這個是有進入戀情 而且也有把這個他們的情感或者是情欲 性的畫面的描述有稍微去點到這樣子 像這個是他們的已經接近尾聲了 就是他們嘗試身體的接觸的幾個畫面 然後我們還是細細的來看好了 這個畫面其實你們平常也不太會去看 就是女女百合到底如何去談 去描述女女之間的性愛的場面 那其實就是他們兩個人就是很自然的 就親在一起然後抱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這跟男性向的H會有一些不一樣 你們可以稍微做一下區分 那很多所謂的肢體上的接觸以及 這裡 會有一些對話 什麼樣的對話呢 比如說談到他們的可能有什麼樣的經驗 然後分享 然後對於自己的感覺的表述 然後最後還是兩個人都脫光光 我沒有在裡面 我沒有在課堂上放那個男性向的十八鏡 可是我在這裡放 男性向的十八鏡我有放了 對那在這裡還是要放女性向給你們看 對 就是後來兩個人就抱在一起 然後有很多的部分情節就卡掉了 總之就抱在一起 對 然後 我覺得他雖然中間有卡掉 可是至少他在這裡頭表現出來的女女之間的性的關係 是一個互相去傾露對方的感覺 彼此的感覺 然後會有很多的觸摸 很多的溝通的這樣子的表現 是跟男性向的性是不太一樣的 甚至跟BL的性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看 這裡是本來想要讓你們討論去問的 可是我覺得就直接給你們看了 就是表達的是含蓄的表達 然後他沒有暴力沒有強迫沒有權利關係的差異 然後再來就是性行為的描述呢 可以看得出來 女女的性行為強調的是雙方的愉悅感 然後不斷的情緒培養 對話溝通以及互相撫摸 而不是只關心有沒有插入 或有沒有射精這樣子的關係 這樣子的動作之類的 所以這個跟男性向的色情作品跟BL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跟參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近年來人氣比較高的百合動畫有哪些 剛剛同學有講到魔法少女賴夜 那 這個 等一下講魔法少女的時候再講 那還有Keyang輕音少女 這個也被歸類為百合動畫 你可能不覺得它是百合動畫 可是在百合控的討論當中 這些是百合動畫 OK就是在他們的定義當中 他們認為這些是百合動畫 然後魔法少女小圓也是 然後還有這個魔法少女伊莉亞 我還故意挑這個比較煽情的畫面來給你們參考 然後還有天才麻將少女 對 好看嗎 另外還有一個作品叫做青之花 青的花還有綠色的花 總之就是自存貴子 它是不是那個放蕩席子的作者啊 沒有人可以回覆我 好像是 因為畫風很像 青之花呢 這一部作品它也有動畫畫 然後這個作品呢 是比較屬於 它的確是很明確的在講百合 就是女女戀的故事 可是呢 它是屬於寫實風格很濃厚的 它甚至比我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寫實是什麼 那個Girlfriend 就是生有密魯庫的作品 比那個還要再寫實 因為它會談到更多 在進入戀情的那種 就是戀情 女女的戀情關係所會遇到的一些 社會的壓力或挫折之類的 這個會比較是現實的描繪 那另外一個這個也被歸類為是百合動畫 叫做幸福塗鴉 就是其實吃東西 很多人都會把美食跟性連在一起 可是當然沒有講到性 可是當他們在這些女孩子呢 吃這些美食吃得很滿足的時候 那種感覺也會讓人去聯想到慾望 所以就會有人把這個當作是百合作品再觀看 好 那另外這個是漫畫作品 叫做 聲勳的作者 聲勳她的作品呢 非常擅長畫女性 而且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仆 然後那個女仆呢 因為是女仆跟女仆的生活 常常就會在一起 所以女仆之間 常會發展出一些女女之典的愛戀 像她比較著名的作品叫做愛馬 英國戀物與愛馬 那愛馬裡面的其中就有兩個女仆的角色的戀愛關係 其實是很明確的 對 那不過她這個其他還有像是這個雪莉 她對這個也是一個 也是算是百合漫畫的代表 那另外這個不是稱之為百合漫畫或動畫 可是在這個他們的角色當中 互動當中也有出現百合情誼 所以我把它拿來當一個例子 譬如說Psychopath裡頭的這兩個女生 有看過的同學應該知道 就是裡面有兩個女生的角色 然後這兩個人在第二部的一開頭 往往是第二部的第一集還第二集 就馬上一出現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在床上 然後開始講話這樣子 所以就很明確他們就是一對 一對至少是泡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情侶 可是至少是泡友 對 那這個是那個超科學超電磁炮 這個稱之為百合嗎 這其實也是其中一個非常的暗戀這一個 沒有暗戀就直接很愛慕了 就是喜歡這個女主角玉白美琴 對 對 然後所以 可是玉白美琴並沒有回應哪 就是每次就是只是單方面而已 單向的而已 所以這個稱之為百合嗎 可是他們也常常會做出一些曖昧的動作 就是這樣子 好 OK 今天是講得到魔法少女 我其實在課堂上我應該有介紹過 第一個少女動畫 然後也是第一個魔法少女的動畫的作品 叫做魔法史沙莉 就是第二個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 好我們來看 魔法史沙莉是1966年的動畫 然後 改編自 它其實是改編自一個美國的動畫 不是 連續劇 美劇叫做Bewitched 神仙家庭 然後改編自這樣子的一個漫畫作品 然後再動畫 那好 我們來看小仙女 其實當初呢 東映公司有一大堆的作品 動畫作品都是所謂的魔法少女系列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系列 這就是東映公司他們所畫的動 東映動畫裡面的魔法少女系列的這些角色 那魔法少女沙莉跟小仙女 那小仙女呢 它其實是1974年的作品 那79年的時候有到台灣播映 台灣有播映 那主題就是兩個仙女下凡來修行 然後他們因為是要一敵一友 就是同樣是要修行 然後看誰先修得正果 可以當女王還什麼之類的 好了我覺得每次放這種老片都會覺得很好笑 對不過我們還是稍微簡單看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下一個了 另外一個作品是花仙子 花仙子比較特殊就是 他的劇情不是去拯救世界 而是去尋找花 他要去尋找所謂的七色花 然後所以他去各地冒險旅遊 女主角就要去各地冒險旅遊 然後結尾呢每一集故事的結尾 因為都會遇到一些事情 一些故事的物 然後會談一些感人的劇情 然後劇情的結尾都會有一個花語 就是他會介紹一朵花 然後那個花語代表什麼 都會跟那個主題有結合這樣子 這是花仙子的一個主題 對那不過你要看喔 重點叫做某天遇到小狗小貓 這種小狗小貓就是死魔 這是魔法少女很重要的一個公式 然後有了死魔之後他才有法力 然後那個法力有可能是一個平凡的國中或國小學生 然後被賦予的法力 也有可能是他本身就是奇特的身份 然後因為遇到死魔才又恢復了法力之類的 就是死魔然後之後會變身 還有會變身也是一個公式 好 那會不會有男主角出現 像這裡都會有一個神秘的男孩出現 那美少女戰士也會有一個神秘的人出現 對不對 有一個神秘的男主角出現 對那個也是一個公式 可是這個公式到了最近的魔法少女系列 很多就不見了 我問你魔法少女小圓有沒有神秘的男孩出現 他根本沒有男主角吧 對 那你剛剛講伊莉亞是狼是嗎 假的他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 對啊 總之這是公式 那再來就是魔法少女 魔法小天使 這個魔法小天使也是一樣 遇到死魔可以變身 而且這個變身是從十歲的小學生變成十六歲的美少女 然後還很會唱歌進入了演藝圈成為偶像歌手 好 這個作品呢 其實你覺得是吸引什麼樣的觀眾 會想要看 小女生嘛對不對 對啊 這種作品一直到我們在往前推 剛剛講的那一些魔法少女的系列的作品 他其實針對的觀眾都是小女生 就是這些小女生他們 年紀小 夢想著想要變身 想要長大 然後夢想著想要可以去冒險 所以 這些都是去滿足這種小女生的一些幻想 那 可是到了美少女戰士之後 開始整個魔法少女系列的動畫 有一點點變了 就是讀者觀眾不再是小女生而已 那個讀者開始漸漸的變成男生也開始越來越多 所以在美少女戰士出來之後 他的那個魔法少女系列的轉向 有點變成從女性相變成男性相 可是也不完全沒有那麼絕對 因為還有百合相 別忘了還有百合 那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一個一個來看 因為有很多細微的地方 比如說 本來是給小女生看的美少女戰士 他開始在變身的時候都會做什麼事情 這些戰士們變身的時候都會做什麼事 美少女戰士可能還沒那麼明顯 可是一定會先裸體 然後裸體之後才開始又穿上一件一件的魔法服 魔法裝扮 而且那個魔法裝扮 其實還是有一點是在吸引小女孩 因為她的裝扮都會有什麼呢 會有很多種飾品 頭飾 你一個一個看 你就會看到她有頭飾 然後她有耳環項鍊 然後甚至指甲還會強調說 指甲本來是素素的手而已 然後她會帶上手飾之類的 或者是給你塗指甲油 然後這種很細節的小小的飾品 都會在變身的時候出現 這個當然小女孩看了就會覺得 我也想要這樣裝扮 類似這樣 然後因為這樣裝扮就開始有了魔力 然後就可以去伸張正義 打擊惡魔等等的 所以這是一點 可是到後來就變成很多 有很多男性觀眾也喜歡看 對 也喜歡看美少女戰士 那當然因為她的格鬥 沒有到格鬥啦 可是她的打鬥 以及她的這個熱血的部分 也是有存在著 也是還算滿熱血的 所以在美少女戰士之後 有開始出來出現 越來越多的男性觀眾 那還有就是當然美少女們 就是女孩子多 而且不是那種像花仙子那樣子的造型 這些已經開始變得比較萌嗎 你可以說她比較萌 還是會吸引比較多男生會喜歡看 然後可是我覺得比較想講的 當然要跟百合有更直接關係的 當然就是這一對 因為美少女戰士在後來有出現的這一對 叫做天王星跟海王星 天王瑶跟海王滿 那這個瑶 就是這一個短髮的帥T 帥帥的T 對 知道T是什麼意思嗎 我有講過嗎 T是在女同志當中被認為是比較男性化的 就是Tamboy的T 就是講不好聽的說法 當然會說男人婆 對對對 可是 對啊就是總之是Tamboy 那 婆就是指T婆就是比較女性化那一邊叫做婆 所以在女同志的配對當中 會有所謂的T婆這樣子的區分 就是有一邊比較男性化 有一邊比較女性化 可是 這是某一種女同志才會這樣 可是不是所有女同志都會是這樣 因為有一些女同志他們的配對 他們就是 Couple其實沒有那麼明確的說誰是T誰是婆 那這種的情況會被稱為是不分 就是現在不分的情況其實也很多 就是稍微提一下女同志文化 好 那這個T呢 我現在直接講他是T 對 因為就是很帥的一個很男孩子氣的一個主角 那他一出現的時候就是那種 開著跑車吧 然後好像很有錢 然後又高 然後又帥 的那樣子的造型 然後這個 他的搭檔呢 就是滿 他就是比較像是大小姐型的 啊兩個人站在一起真的就是囊材女帽 對 就是很登對的樣子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他們兩個當然就是都是幾乎都是一起出現的 那甚至到後來官方的回應 有直接就回應說他們的確就是一對 女同志 當然在動畫裡頭給小孩子看的時候他不會講得這麼明 因為小孩子看了可能那時候比較保守嘛 這畢竟還是1990年代的作品 會覺得說比較保守不會直接就說是女同志 可是事實上的確作者是有這樣子的用意 那我們來看其中的一段很有趣 就是兩個人去水族館約會吧 然後那個約會就是真的就是很有氣氛的那種約會 然後談的是什麼 談的說有點曖昧的對話 然後再包括說他們在打鬥的時候 也有講到說好我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我們先來看他在那個水族館的約會 好我們順便來看一下他們變身的畫面 剛剛講的裸體的畫面 這個其實都還算很隱晦 那個裸體你沒有看得很清楚 那你到更近期的一些美少女戰士 不是美少女戰士 像是魔法少女那一夜的變身 你就會知道有更多的畫面 好然後接下來要給你們看的是 就是他們打鬥之後有一段很曖昧的對話 好那最後還有就是剛剛那個小女孩 那小嬰兒不是剛出現嗎 那那個是另外一個美少女戰士之一 叫做土蒙瑩嘛 然後他好像就是身份很特殊吧 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看 可是他就是很快就變小女孩 然後之後這個三個人 剛剛出現的這三個人 瑤跟滿跟冥王星吧 他們三個人就一起撫養這個土蒙瑩 然後就組成了一個所謂的多元家庭 然後你就看他們多元家庭很有趣 就是小女孩怎麼稱呼他們的 總之就是他已經變小女孩之後呢 這個瑤跟滿他們就開車回到他們住的地方 他們三個四個就住在一起 然後那個小女孩一出來迎接 就一個叫做好像瑤爸爸跟滿媽媽 然後那個冥王星也是叫好像也是叫媽媽之類的 就是一個都是女生可是就有很有趣的一個家庭的一個概念 對 好總之這個是美少女戰士啊 他有這一隊搖跟滿之後呢 其實就引發了很多百合的同仁創作 就是他們兩位的同仁創作 等於是一個熱潮的出現 所以百合的文化在這裡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很明顯的發展 那這一段就不用看了啦 其實也都是一樣的 就是他們兩個真的就是從頭到尾都是一直在談情說愛 就是不是打鬥其他時間都是在談情說愛 對 這其實很有趣 就是有些觀眾會說 這樣子沒有問題嗎 如果看得出來的話 然後有些人可能看半天才發現 原來天王瑤是女生 真的 就是剛剛一出現這種高富帥嘛 對然後你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變身的時候你才知道她是女生 然後再來就是也有人說 她就是一個有錢有車有房的帥踢 就是女性觀眾愛慕的對象 那也的確當時有很多女性觀眾非常迷這個天王瑤 所以對就是大概這樣 好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魔法少女系列的作品 叫做庫洛魔法史 這裡面當然也有百合的元素 不過庫洛魔法史其實不只百合的元素 我覺得她有很多很多 我們之前都上過的多元性別的各種的元素 你都可以找得出來 譬如說什麼 有正太 對 很好 上禮拜上次講的 還有呢 小英是幾年級 小五對不對 這算不算蘿莉 算啊 當然是蘿莉啊 那她好朋友知識當然也是蘿莉啊 好朋友是黑腸直啦 那我不知道小英算什麼 反正就是蘿莉 對 然後還有呢 還有就是她哥哥啦 小英的哥哥跟她同學 雪兔 對 她們兩個其實也是在裡面幾乎是官配啦 就是一對這樣子 她們到結尾的時候才很明確的是一對 可是 好像是漫畫比較明確的說啦 可是對 就是 這也是 符女子最愛看的一對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這兩個人 知識跟小英 雖然小英是喜歡 一開始喜歡雪兔 然後可是後來喜歡的是小狼 就是她們在這樣子的關係當中 知識一直是處於所謂什麼這樣的角色 默默守護的角色很好 對 那事實上知識也曾經跟小英也說過 就是是跟她說還是她直接就是心裡講 忘記了 總之她有一句很很等於是經典的對話 經典的台詞叫做 我喜歡的人能夠得到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對 所以 她很明確的就是表示說她喜歡的人就是小英 所以她希望小英可以得到幸福 所以她才會很努力的去支持 比如說撮合她跟小狼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不是只有崇敬就是崇拜的一個心情而已 還有包括是愛慕的心情 所以這很明確是一個女女的愛慕 可是當然小英沒有很直接的回覆 可是呢 你在同仁志裡頭當然就可以做各種的幻想 想像 所以同仁志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兩個人的配對 那 其實 知識真的是已經有點到很over的狀況 就是她有點像是那種 跟蹤屁嗎還是什麼的 變態 病焦嗎 她也沒有病啊 可是她就是 不管小英做什麼事 她就是一定要把她錄影下來 做各種紀錄這樣子 那這個是最經典的樹東 對 就是雪兔跟她哥哥 然後這個是月跟她哥哥 他們兩個是同一個人 雪兔跟月是同一個人 總之也是經典的BL跟百合的配對 好 百合的配對 其實到後面的魔法少女的動畫系列 會有更多的情況出來 而且在官方的作品 他們官方其實就已經會把百合元素吸納進去 像是這個光之美少女系列 光之美少女系列比較複雜 因為她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然後 而且她的播出時間是 史上最長壽的魔法少女動畫 十年以上 從2004年開始 然後一直到現在都還一直陸續在出 那 這些你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她幾乎都是所謂的雙女主角 就是至少會有兩個女主角 是比較像是被配對的那種子的感覺 那這個是站隊形式 那 再來就是另外一個作品 《魔法少女奈葉》 奈葉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魔法少女系列 因為她並不是兒童像動畫 而是她是從某個十八季美少女 在美少女遊戲中延續出來的故事改編的 所以她一開始其實是一個美少女遊戲 十八季 然後再延續出來的一個故事 那當然 《魔法少女奈葉》並不是十八季 對 可是她在這裡面 主角叫做奈葉 她是一個平凡的小學 都是小學生 這些年真的都是蘿莉 然後呢 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一定會遇到死魔 就是雪雕 然後 可是這個雪雕聽說這個 後來變身為一個 就叫UNO 其實她是一個小男孩 故事發展之後呢 她其實會遇到她的一個很重要的 跟她其實就是在百合配對裡面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Fate 應該叫Fate吧 Fate 就是這一個金髮的女生 那她們兩個在這個《魔法少女奈葉》裡頭也 我印象中好像到後來也是成為官配 對 那不過《魔法少女奈葉》呢 她除了我剛剛講的 她們在變身的過程中 那個樓落的場面更加的明顯 然後之外呢 這個作品很特殊就是 她有很多的武打鏡頭 然後用武器也是比較 算是 不是魔法類的 而是實戰類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魔法少女》 好啦 做比較近代的 這叫近代嗎 《魔法少女小園》 她是2011年薛淵璇的作品 那畫風可愛 QP很萌 你乍看之下 也不覺得QP很萌嗎 對啊 很萌啊 只是很騙人 就是她其實故事一個 是一個比較驚悚黑暗 然後比較深層的方面 她是附有很多哲學、宗教、神話、符號學 跟心理學的元素 那當然我們不要去討論這個 就是有興趣你們可以自己去研究 那我們要講的是 就是這裡面的幾個女主角 裡面有男主角嗎 沒有對不對 沒有嘛 頂多是一個喜歡的男生 可是她也不算重要角色 所以她不是主角 OK 那其實我覺得裡面最曖昧的 你們覺得裡面最曖昧的是哪兩個人 我覺得是這個啊 是這個 這個名字我現在忘記了 對啊 因為她從頭到尾就是一直要 要解救嘛 反正她對著這個小園 就是有一種很奇怪的執著就對了 對 很奇怪的執著 你們可以自己去解釋 對 所以在百合的創作裡面 當然就是這種執著就會變成是一種 嗯 對 好啦我們現在看到那個QB 現在變成是這樣子 因為她到後來非常的惹人弦 就有人把它打成一個洞 然後至於這個學姐 我們就不要提了 好 那魔法少女小園 她其實有 某一部分很有趣 就是她解構魔法少女類型的動畫 一個就是從那種童話 夢幻童話的風格 轉向為殘酷寫實的風格 那我剛剛講沒有男主角嘛 所謂的王子在魔法少女小園是沒有的 其實你再回顧一下 我們之前在講的魔法少女系列 王子在哪裡 最明顯的就是像什麼花仙子嘛 花仙子每次片尾都會有一個王子出現嘛 神秘的王子 然後魔法小天使不是都有一個暗戀的青梅竹馬嗎 那個也是算是王子類型的角色嘛 然後還有那個美少女戰士 王子在哪裡 就那個什麼假面嘛 總之她那個男主角 她算是男主角嘛 反正就是那個小兔喜歡的那個對象 其實在第一季的時候還有出現蠻多的 可是你會發現到最後那個王子已經不見了 她到最後美少女戰士的後面其實她也很少出場 她也不算是重要的角色 不過真正王子完全消失就是在這個魔法少女小園裡頭 然後還有就是透過模具才能變身成為 就是領導者的魔法少女真的好嗎 這個問號是在魔法少女小園裡頭 被提出來當個一個很大的主軸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被提的 因為那個死魔就是QB嘛 對不對 那其他的魔法少女都是得到了死魔之後 開始行俠仗義 聲張正義打擊惡魔 可是QB是完全另外一個例子 那所以算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構 好我們來看這個虛川雅記子的研究 他其實就是有專門在做魔法少女系列的研究 然後他注意到第一部魔法少女就是魔法史沙利 1996年出現的時候 以及那一陣子出現很多這樣子類型的作品的時候 大概就是70年代 60年到70年代 這個時候其實跟日本的女權運動有關 那日本的女權運動是受到西方的女權運動影響 那在這樣子的女權運動的風潮之下呢 魔法少女的代表就是等於說是女性可以透過魔法 然後來發揮力量 得以抗拒父權社會為女性所帶來的壓迫 那當然魔法少女的這些類型的故事 他都是以女性為主角所展開的冒險作品 所以當然是其中你要去談的話 一定就是有所謂的女性主義的思維在裡頭 那另外就是危機百科 你如果去查那個魔法少女 他會出現說魔法少女有哪一些特徵 你們看到我們剛剛提的這些東西都有 美少女或蘿莉 大部分都是小學生 真的都是小學生 然後變身一定有 而且變身是越來越陋露 然後再來第三個秘密身份 就是這樣子的變身 他通常都會是以一個秘密的方式在進行 就是他不想讓別人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守護靈或者是死魔 就是QB 然後再來道具 就是道具會有魔杖、手錶、化妝盒 然後像那個月靈鏡 就是反而也是一種化妝的工具 就是那種女生常常會攜帶的小飾品 對就是會有這種道具 那魔法少女類型動畫的特殊性 剛剛我講以女性為主角 然後展開的戰鬥與冒險 不過事實上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戰鬥與冒險 其實有一部分是比較後面的才是 像是美少女戰士之後的戰鬥的畫面才會比較多 可是在之前的通常是冒險比較多 戰鬥比較居次這樣子 那可是你注意到這個類別就是在於 過去戰鬥冒險作品的主角都是少年 那唯有魔法少女系列的作品 才會是以女性為冒險的主角 所以這是一個當然就是比較富有女性意識的地方 那對啊不然的話通常女性為主角的作品 就是少女漫畫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在談戀愛 或者是跟人際關係有關 所以她的確有所謂的特殊性 好 那當然我們還要再講 她跟百合有很明確的結合 明確的關係 當然不是直接啦 有啦有些是直接 像那個搖跟滿是很直接的百合 可是大部分也都是只有曖昧 那我印象中我給你們的那個動畫或漫畫的指定讀物 你們應該都有記得 像是輕鬆百合 或者是我還有給你們看什麼 幸福塗鴉 這一些都不是很直接的女女之愛 對不對 她們都不是直接的談戀愛 可是這些作品都被稱為是百合文 百合的作品 因為百合控他們看這些作品 他們會有更進一步的聯想 那當然這個是妄想 就跟BL一樣啦 OK 就跟佛女子一樣 佛女子看少年漫畫一樣會給你妄想 所以不管看什麼作品 你只要用不同的角度出發 你其實就會有看到不同的東西 對 然後所以呢 魔法少女這些動畫並不是直接與百合相關 而是透過百合控的歪讀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一些妄想 那些衍生的想像配對啊什麼的 這個可以稱之為所謂的歪讀 歪讀的英文叫做queer reading 那我之前有稍微解釋過 所以說queer是在LGBT的社群當中 再後來再更加上了一個詞 酷兒 酷兒指的是流動的性別 性別流動的一群人 那他們可能不想要直接稱之為 定義他們是同性戀 或者是異性戀 或者是跨性別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是會不斷的在流動 總之這個歪讀是一個很具有彈性的閱讀方式 那所以他可以將各種不同的關係情誼 轉化成他們所想要看的 轉化成百合的戀情 然後反映在同人創作當中 然後剛剛也有講動畫公司到2000年之後呢 反而吸納了這些百合元素來作為商機 所以後來你就會看到越來越多 真的就是直接把百合放進去的 好女性獨體性的反應 就是這一些作品 魔法少女系列的這些作品啊 你看都是以女性為主角展開的故事 然後因此就是女英雄取代了英雄 然後女性也不再等待王子來拯救 反而是將拯救地球和王子 OK有時候王子是會需要那個魔法少女去救的 這樣子當作是他們自己的任務職責 那這個在美少女戰士裡面就會看到他的轉變 因為在後來就是 的確也出現到這個美少女戰士他要去拯救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主角那個男生一樣 對好限制 其實在這個研究當中 就是還是會認為說美少女 美魔法少女系列 仍然有一些沒有辦法脫離父權社會的一些設定 這些主流文化的設定 比如說性別本質化 因為即使是天王瑤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帥T 他一開始都是中性打扮 可是他最終在變身的時候還是要呈現他的女體 然後還是要穿水手服 OK 所以這些都還是最重要恢復到所謂的符合女性形象的姿態 那沒有一個所謂的可以不用水手服 然後不用化妝就可以讓他感到很很很萌 或者是很帥 明明就很帥他為什麼要變身 對就是還是會有一個這種 你一定要變成女性化的那種那種本質化 性別本質化的做法 好然後再來就是異性戀霸權 就是無論是百合控或者是其他二創如何去歪毒 因為這些都是歪毒都是妄想 真正的原作 即使說他有吸納了所謂的百合元素到他們的動畫作品裡頭 可是大部分的原作都還是難免的會沒有辦法脫離 這個異性戀的結構 就是即使你沒有主要的男主角出現 可是這些女主角們他們可能暗戀的對象 都還是很理所當然就是男生之類的 那除非你自己去歪毒 可是官方設定大部分還是沒有辦法脫離 不過也不能說完全沒有 因為我覺得突然想到那個 伊莉亞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對不對 喜歡四郎的人應該很多 對所以應該不一樣 好那再來就是高度依賴使魔跟道具 這樣子的使用 就是依賴這些東西啊 會覺得說這個力量並不是來自魔法少女本身 然後或者是像那個奈業 魔法少女奈業 他們的這個魔法少女系這個制度好像是 安德在一個軍事的組織之下 所以這些軍事的頭頭們呢 好像還是都是以男人為主要的管理階層 所以好像意味著他們還是沒有辦法脫離他者的控制 那個他的指的就是男生的控制 所以這些批評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是可以去 對就是我覺得不完全都是這樣 可是其實還是應該要去不斷的去討論 去反省這樣子 好另外就是我剛有一個點 魔法少女系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因為他有很多女主角 那這些女主角他呈現著不同的樣貌 其實就跟美少女遊戲也許出現很多女主角 可是這些女主角的樣貌 基本上都還是必須要安德在一個可以吸引男性的萌的上面 可是魔法少女系列又會更多 因為他不一定要吸引所謂的男玩男性玩家 所以他會有像這種運動劍這樣的男裝俐人的 特別是指那個天王瑤 然後學生會長文火雙拳這一些角色都可能是美少女 就是魔法少女的一個角色 然後也可以作為女性暗戀的對象 又是天王瑤 對然後再來就是他們有很多打破性別化的職業跟技能 因為女生也可以當軍人 女生也可以格鬥 女生也有很多戰術 因為在魔法少女系列就是有很多戰鬥跟打鬥這種東西 對所以 多樣化 所以這裡反映的出來就是所謂的女性特質 沒有那麼的一致單純 就是其實有呈現這麼多種不一樣的東西 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東方 因為放在百合這一個主題之下講東方 我覺得之前我講的百合大部分都是以女性向出發比較多 連我剛剛講的美少女戰士的那一對也是女性向啊 那當然也有男性會喜歡 可是大部分我說的是統計上 就是日本的百合控以及台灣中文的百合控都是以女性居多 可是在近幾年來其實有一些變化 就是因為東方的關係 以及因為其他的男性向作品裡頭的百合出現了關係 也開始變得男性的百合控也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其中一個很主要原因就是東方 以及我剛剛好像提到一半沒有講完 就是有很多的百合 我們稱之為百合作品的那個動畫 其實是就是一般日常動畫叫做日常戲 然後這些日常戲呢 其實就是主角全部都是女孩子 然後這些女孩子呢 他們之間的情誼可能就每天的搞笑嘛 打打鬧鬧搞笑 然後日常 可是就會不斷地去強調他們之間的同學關係啦 社團關係啦 學姐學妹的關係啦 然後這些東西其實在百合控的眼中看來 這也是可以算是百合的作品 就是微微的情誼 那這些情誼就會有進一步的延伸 所以這些作品開始也越來越多 男性的觀眾去看這些作品之後 因為Keyang其實男女生都有在看 然後Love Life其實也是 男生居多啦 可是女生也有在看 所以這一些 你看全部都是女生的角色啊 Love Life 然後健良 健良我不知道有沒有百合的同仁 應該多少會有啦 對 那總之這些開始就發展出很多是男性向出發的百合同仁誌 那東方應該算是比較早期的 那 所以我們稍微來介紹一下東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project 因為其實沒有接觸的人會對這個東西感到很模糊 我一直要知道它很大很大很大 可是問題是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彈幕遊戲 有點像是打小蜜蜂啦 有打過小蜜蜂嗎 就是最早最早以前的那個遊戲 就是 對 就是小蜜蜂 然後總之 作者是一個叫做Zoom的神主 然後 首部作品是1996年的東方靈異傳 然後之後還有第二部第三部 反正就越來越多帶這樣子 那這些全部都是它一個人做的 而且呢 它還有音樂 重點是其實它音樂非常吸引人 然後它的這個音樂是誰做的呢 就是上海愛麗絲幻樂團 不好意思 它也是一個人 就是同樣是Zoom 然後 操作的角色就是 遊戲的操作的角色 以及它要打的對象就是BOSS 其實全部都是女 幾乎全部都是女生 男生非常非常的少 那還有就是難度高 所以引起玩家之間熱烈的討論 那還有就是 對啊 它因為做很多帶 那可是真正引起更多人 注目是越紅 更紅的那個 那一個很重要的代表 應該是這一個 東方妖妖夢 我不是很確定啦 我是查資料看到的 那總之是 東方妖妖夢應該是滿有名的 那它的魅力就是音樂跟畫面 以及人設 我覺得它人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它的人設 是很簡單的人設 可是就因為這樣子 後面留了很大的空白 那這個譚主呢 神主呢 它其實就是很直接的就開放 它的這個作品 讓大家去做同仁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 拿它的角色來做二創 所以稱之為同仁界的奇蹟之一 也是NicoNico玉三家之一 這個是有網友在玩這個 東方紅魔香 我忘記是第幾代了 的畫面 有它旁邊的聲音 可是我們稍微跳一下它的畫面 因為它的彈幕非常非常的難 難 所以讓大家見識一下有多難 就是這個角色要把 要躲掉這些子彈嘛 然後就會越來越難 所以 好 知道它的難度了 好啦 我們就看到這裡就好了 有興趣自己去玩 就知道它有多難 那總之這個遊戲 它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主角 第一個就是林夢 林夢是《靈異傳》裡頭的女主角 然後它是幻想像 因為它在這個設定當中是一個 這個背景叫做幻想像的地方 然後這個幻想像有一個伯利神社 然後它就是神社的巫女 法力最強是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女主角叫做 摩里莎 物語摩里莎 然後它是人類魔法使 然後會惹麻煩 然後也是小偷之類的 然後重點是它跟林夢的關係很好 OK 那其實它跟其他的角色的關係也不錯 那聽說它有很多後宮 對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角色叫做愛麗絲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有 會操作那個人偶 所以你如果看到這個後面有很多人偶跟著的這個角色 應該就是愛麗絲 那因為角色太多了 所以我只能介紹很簡單的幾個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介紹的三個對不對 就是這個這個跟這個 就是愛麗絲跟摩里莎跟林夢 那後面全部都是一堆東方出來的角色 那你注意看嘛 你會看到哪裡有男生嗎 這個是正太是不是 然後還有這一個啦 有鬍子的很明顯 對 對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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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上百個角色 所以真的它的創作就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後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同仁的作品 就會是這個幾個重要的角色 就會把它們配對 那誰跟誰不一定 可是其實你會看那些的封面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有比較多是 這個比較更明顯 就是它的十八鏡的本子 柏本其實還蠻多的 我前幾天去給一個研究生口試 他也是對東方有一些興趣的 然後他就說 這些東方裡面的百合 因為他們都是魔法少女之類 就是他們都會有魔術 魔法 然後他們就會把自己變來變去 有時候就會變成是扶他 就是在畫H的場面的時候 女女的這樣子的H通常 在男性像 我不曉得在男性的眼中 是不是覺得好像還是要有那一根 所以就是會有 他們雖然是女孩子 可是他們都會把自己變成有那一根 然後再去H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的情況其實還蠻常發生的 那在東方裡面有很多扶他 可是我不知道在其他的 其他的百合的創作裡頭 會不會也有很多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這一點可能還要再研究 只是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然後你們自己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到底情況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好 那我大概講完了 我們再複習一下百合文化好了 百合文化是女性主體意識的展現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所以我剛剛講的東方這個東西 其實他變成就比較不是屬於所謂的 以女性為主的百合文化 所以在我剛剛講的這些 女性的意識的反應的這些理論 其實比較難套用在東方上面 可能要去發展另一套論述來講 這個男性像的百合文化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稍微再做區別 那不過我們還是在看一下之前講的 就是其實他是以女性為主體 然後以女性欲望為主軸 然後關注的是女性之間的情誼 這個的確是很明確的是一個女性文化的展現 可是東方到底是怎麼樣呢 好我們可以講東方粉絲性別比 應該以男性居多沒錯吧 雖然沒有去調查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對不對 男性居多 那可是男性的讀者 又是怎麼樣去看待百合的呢 跟女性的百合 女性看百合跟男性看百合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是在看H的話 就是在百合裡面的 不要講情誼好了 不要說H好了 就是百合之間的女女情誼 像輕鬆百合那樣子的 就是很很輕鬆 然後很純粹的友誼 只是比較濃厚 這樣子的情誼 是不是女生比較會把百合放在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然後男生在看百合就會是比較肉欲還是比較不一樣 我不知道這個其實我沒有研究 所以只是稍微問問看 好啦總之這個問題我覺得我一直都很想要再更清楚一點 那不過可能還是要再花一點時間做介紹 做研究啦 如果你們有什麼心得的話也可以來跟我分享 好OK 那我們的這個百合的這個部分就講到這裡 好看 他沒錯 好看 ciert的問題 電視 93